我是韩国人 然后不仅在韩国 日本 特别我们亚洲这边 肯定是晨熙界 但是亚洲这边 特别 辱家文化非常融入的很多 我们从小比如说对长辈 要尊重啊 礼仪啊 这也是都是辱家文化 我们从小都学到 中国孔子思想家非常有名的 特别我们高中生的时候 专门在课本上也会学的 这次我想在这里谈论下 我想多多学习 各个朋友们的 特别年轻人的 对孔子的认知想法 我想听他们的想法 然后我想学习学习